把這個棉花 到下面去 我們只是要讓這個棉花到下面的油槽 去接你所滴 滴過多的滴的油 從油槽把它讓它往到上面吸 對不對 所以我說下面你塞那麼多棉花幹嘛 我讓它到下面去吸就好 各位看 我做的是一個有點像倒過來的油型 讓油 跑到裡面去 就是說你油如果從這邊滴下去 它棉花會吸到這個火星上面來 這邊也是相同的做法 現在各位看到了 油槽是 一樣 我們把油滴在這邊 棉花自己就會往上吸了 OK 好 那 棉花雖然它是有機棉花 但是還是會有 奇怪的味道 一開始我們先撕燒 不要燒太快 冷卻一下好 再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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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這樣把最早的這些棉花 這些怪味道都應該燒掉 好 好 接著 是很多人犯的錯誤 這個 Promwell 它的油槽 它這邊的棄槽其實是讓 這個 油槽做 不要封死 就是 有空氣進去 讓你打開關起來的時候容易一點 上面油比較好關 那這個才是真的棄槽 氣槽一定要對著火心 好 我們舉例說 如果氣槽在這裡 你這樣放的話 味道會好 但是如果你這樣 它的氣槽在這個柱子這邊的時候 味道會很難抽 就不會有那麼香 來 我們現在 把它放進去 好 你看到了 火心 油槽 火心 氣槽 火心跟氣槽 火心跟氣槽 經濟口 火心 經濟口 火心 如果經濟口在這一邊的話 就是錯的 那這有調節法 它有四個不同的 有三個不同的調節法 我現在弄全開的 這樣 這個 可以開關的 但是我們現在把它全開 好 好 那 我的是零的 所以 我可以抽比較大口 現在 給你們看這個英文多少 再抽一次 再抽一次 好 那 現在 我想這個 大多差不多就是這樣子了 如果各位有什麼問題的話 請在 YouTube 或者是 Facebook上面留言 我能夠 依照我所知道的盡量回答你們 好 謝謝